我们人世间发生的事物的巧合 其实是在引导我们 塑造我们的人生 那么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 奇妙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你整理柜子的时候 清理出一件朋友多年前送你的礼物 而你们好几年都没有联络了 一个小时之后 你家的电话就响了 竟然就是这个朋友打来的 当你开车来到一处偏远的地方 车子故障 正当你开始担心 不知道要在路边耽搁很久时间的时候 正好你就看到了一辆 脱掉车出现在你的面前 这种事情也许是巧合 但当你深入的思考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那是命运在引导你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巧合 都有可能是一种资讯 一个线索来告诉我们 你的人生的某一面 正需要你的关注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 哈喽大家好小唐 那么有一本书名叫 《给凡尼莎的信》 作者海华就在书中 介绍了一个非常奇幻的 可以呼风唤雨的人 在墨西哥的原住民 惠乔尔族的长老 何塞松和曾经就描述过一个过程 就是如何为燃烧的大地 带来一场及时雨 他介绍了如何求雨的过程 那个时候他们举行了一个祈福仪式 在仪式上他用心吟唱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发出了爱 他调整了自己与当下环境的关系 让一切恢复平衡 然后云层就开始聚集起来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下起了大雨 松和当时就说是爱带来了雨 不过也有人曾经质疑他说 这会不会是一场巧合呢 松和长老在1990年过世活了110岁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 而海华就说既然蝴蝶扇翅膀 这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带来千里之外的龙卷风 也就是蝴蝶效应 那么祈福唱歌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就不能够带来一场大雨呢 道理也是相同的吧 还有一个故事是东方求雨的故事 是德国的汉学家魏里贤 讲给著名的心理学大师荣格的故事 在上个世纪初 魏里贤曾经在中国住过20多年 期间他经常到各地游走 那么有一年他就来到了山东 那个时候山东呢刚好是旱灾严重 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为此百姓们是再三的寻访 终于在附近的一个大山上 而找到了一位高人 希望呢他为他们来求雨 那么魏里贤见到了那位高人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留着灰色胡子的老人 大家是用轿子呢 把他抬进了城外的一座孤立的小木屋当中 之后呢大家就都离开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人去打扰这个老人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个老人啊 在那个屋子里究竟在做什么 然后三天之后呢 雨水如气而至 甚至还飘起了雨加雪 这一切呢就让魏里贤感到非常的震情 因为他生平是第一次见到了 可以呼风唤雨的人 经过左思右想呢 他鼓起了勇气就去了那个木屋 也想要访问这个老人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老人见到他却跟他说啊 我从没有施过雨 老人说旱灾的发生呢 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啊 已经不在稻的环境当中了 他刚来的时候呢 是受到了当地人的影响 所以头脑也开始变得非常的混乱 他用了三天的时间呢 才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到了正常 说到这儿呢 这个老人嘴角一笑呢就说 就这样 当我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雨呢自然就下了起来 老人说的很隐晦 不过海华居然参悟明白了 海华就说呢 其实这就是古人讲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人和自然是一体的 所以解决自然环境的问题的根源呢 就在于归正人本身自己 那么这种思想呢 在其他的文化当中 也是有很好的呼应的 比如说西方的炼金术士就说啊 其实天地万物的规律呢 都在人的身上 而北方的萨满则是说啊 不要让负面的能量和情绪呢 在你的身体里表现出来 因为人的身体呢 是地球的缩影 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呢 就相当于你照顾好了整个地球 之后呢 荣格就对这个求雨的故事啊 非常感兴趣 还把它记录了下来 荣格是被认为与弗洛伊德 齐名的心理学的开山鼻祖 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无神论的倾向呢 荣格的一生都非常痴迷于 中国的道家和藏传佛教的理论 他也更倾向于唯心论 比如说当年荣格在考察 世界各地的宗教和神话传说之后呢 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啊 叫做集体无意识 他认为不管来自于哪个文化呢 所有的人类啊 在心理层面上都有共同的连结 这在我们的意识 很深的一个层面上一直存在着 并以遗传的方式呢 代代相传 他把这个深层的意识 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他认为这也是人类信仰 轮回和前世记忆的根源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 跨文化的连结呢 荣格就认为 各种文化的众神啊 天使魔鬼呢 其实都是居住在同一个领域的 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些 无形的和原始的能量 当然了 他们也可以有能力 影响人类的世界 而他们的故事呢 会通过一些通灵者 流传人间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神话故事呢 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荣格就相信 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说物质与灵魂是一体的 那么物质呢会以一种更低的震动频率来展现它 精神呢就会以更高的震动频率来表达 有的时候只要震动的频率够高呢 那么精神上的事物就会进入到物质的层面 在精神的层次上 时间和空间的物理概念呢 已经不被接受了 因为在那个空间当中呢 时间是永恒的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在某一个瞬间 而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也就能够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海华就说 仅凭视网膜上的一种感光细胞呢 人就能够探测出17英里外的烛火 而耳朵中的毛细胞 也能够侦测到血液在耳朵中流动的声音 我们的嗅觉 还至少有四个气味分子的存在 但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不能够看得这么远 听到这么多的声音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呢 对于大量的信息进行了过滤 我们的感觉 每天都会为我们带来大量的讯息 没有大脑的过滤的话 我们很难处理日常的事物 那么大脑的任务呢 就是在这些数据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脑会下意识的产生一些偏差 比如说一幅杂乱无章的黑色的斑点图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大多数大脑会将其描绘成不同的形状 看成不同的图案 但实际上呢 它只是一个黑色的斑点图 而海华就说 这些错觉就表明我们的大脑呢 让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呢 代表不了真正存在的那个物体 所以说眼见为实呢 可能也并非如此 所以当我们人类越是注意巧合这个事件的时候 它出现的频次呢 也许还会越频繁 这样你就会有越来越大的权限 接收引到你人生道路和方向的资讯 那么再往后一个阶段呢 你就开始觉知万事万物相关联的一个状态 每一个事件和下一次事件有关 所有的事情呢都相互同步 试想呢有一群鱼啊一起往同一个方向游动 然后所有的鱼瞬间一起改变了方向 它们没有领队在指示方向 也没有先思考啊 我前面这一只左转了 所以我也应该跟着左转 因为它们是全体一起转弯 瞬间的自然而发生的 这种同步性呢 是大自然核心中的一种 全体性的大智慧创造的 这种大智慧呢 会透过我们所谓的灵魂啊 显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那么英国的心理学家怀斯特朗呢 他在实验室里就养了一只猴子 猴子名叫凯伦 在1965年呢 海伦就被切除了大脑皮层的神经呢 也就从此失明了 而经过了两年之后 实验室中有一位细心的研究生呢 他就发现啊 当海伦的眼前出现移动的物体的时候啊 他的眼睛其实是还是有反应的 甚至还会试着伸手去抓 于是这个研究生呢 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观察这个海伦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因为海伦居然失明之后呢 还可以在障碍物之间自由穿行 看起来呢 跟视力正常的猴子 基本没什么两样 很快呢 就为海伦设计了一个障碍实验 还拍成了纪录片公布了出来 不过那个时候 没有人相信 因为影片中的那只猴子看上去啊 实在太正常了 所以人们甚至觉得 这个猴子啊 根本就不是忙的 不管外界怎么说呢 心理学家怀斯特朗呢 还是相信的 因为他很清楚啊 脑神经损伤之后 是无法再生的 所以海伦的视力根本就没有办法恢复 后来呢 怀斯特朗在这个基础上 又搞起了人类实验 结果他发现 人类也存在忙事的现象 在1974年呢 怀斯特朗公开了他的实验结果 实验对象呢 是一位因为肿瘤 而不得不切除大脑视觉皮层的患者 他跟猴子海伦一样 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然而当实验人员 跟他做猜猜游戏的时候呢 他猜中的几率啊 却高得惊人 比如在一次游戏当中 实验人员让他猜颜色呢 也就是红色还是绿色 结果这位盲人对于红色猜中率呢 达到70% 而绿色的猜中率居然是100% 实验人员就问他 你怎么猜到的呢 他就说我全凭感觉 感觉那个地方有东西呢 我就猜是绿色 没有东西我就猜是红色 经过研究之后呢 怀斯特朗的论文发表了 从这开始 盲事这个全新的概念 就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之后有不少的科学家 重复过他的实验 而结果就发现 不少这类的眼睛功能完好 但是大脑皮层受损的盲人 具备这种不可思议的盲事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呢 目前为止 科学界还找不出答案 而俄罗斯生物学家 克鲁特金雀观察到了 世间万物啊 都是互助 友善的 有温情的 有一天他看到水族乡中 有一只螃蟹 不知怎么回事呢 就大度朝天躺在了乡底 很努力也翻不过身来 这个时候附近 另外的两只螃蟹呢 就赶过来帮忙 大家齐心合力的 忙活了半天 终于帮这只可怜的螃蟹 就翻了一个身 而克鲁特金呢 在一旁默默地就看着 心里感慨万千 连螃蟹都这么有爱互助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又怎么会是弱肉强食的呢 后来他就去西伯利亚地区 考察那里的动物种群 结果他发现 即便是在那样恶劣环境下 同一个种群中的动物 他们也没有为了 抢夺有限的资源 而相互的竞争 而是相互的合作 谋求生存 此外呢 研究沙漠植物的植物学家 文特呢 也说啊 植物界中也是这样的 他发现在沙漠中 严重缺水的条件环境下呢 沙漠的植物群 不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 也没有强者排斥弱者的现象 他说相反啊 比如说空间 光水 还有食物呢 都是被共享和共同拥有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让所有的植物都长得又高又壮 那么所有的植物 都会保持着较小的体系 就是说沙漠中的植物们在缺水的状态下 都会主动的往低矮来生长 这就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有水喝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善良的做法呢 可是这和我们在课本中学到的 优胜略态的生存法则是格格不入的呀 即便是在我们人类的肠道中啊 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有益军群呢 跟我们的人体也是有共同合作的关系 所以海华就说在自然界当中相互合作 关爱善良呢才是生存的法则 在生物的进化论中啊 强悍庞大的恐龙灭绝了 而小小的蚂蚁和蜜蜂却依然存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越强大它就越独立嘛 越独立就越不懂合作 最后呢自己把自己就给玩灭绝了 而小小的蚂蚁和蜜蜂呢 因为团结互助啊 就让自己呢得以延续在这个地球上 一个人的力量很薄弱 那么一群人的力量呢是不可阻挡的 但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是竞争 有没有发现上学的时候啊 班里成绩好的学生呢 他们的关系呢往往都很虚假 因为他们在相互竞争啊 而成绩不好的学生呢 关系往往很铁 因为他们真正可以玩到一起啊 是有架一起打 有难一起扛嘛 因为他们懂得合作啊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 是要考第一 拿三好学生 考好大学 而导致的结果就只是 知道了竞争分数的成绩 而不懂和人合作 最后好学生呢 往往就成为了好的打工者 成绩不好的很多学生呢 却自己当了老板 因为好学生呢 能够把成绩搞好 却不一定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嘛 而学到的知识和干货 只能够帮助他们把事情做好 而把事情做好呢 其实也还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处理好人际关系呢 却是最难学的 但是常常却又被我们忽略掉了 因为我们只顾着做事和学知识 忘记了最应该学的是做人嘛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起来是复杂的 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那么学做事呢 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学做人呢 是从别人的角度出发 为了别人更加舒服 所以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学做事一出手呢 有可能就是错的 而情商高的人啊 会做人的人呢 做出来的事往往都错不了 因为利益他的思维 为他人着想 最后沉寂达人吧 所以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的这么快 成为万物之灵 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懂得合作 互助 抱团取暖 最早的时候 人类是以部落为单位生存 一起配合打猎 采集野果 抵御凶猛的野兽的攻击 再后来就发展成了人口更多的村子 学会了农耕 种田 还是离不开合作嘛 包括在历史的战争上 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也是因为能够合作 把朋友啊 变多 把敌人变少 所以合作呢 是胜利的本质原因 而非竞争嘛 我们会和宇宙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事啊 连结在一起 并看出把我们结成一体的灵性 这就是同步命运的奇迹 而海华在书中就说啊 地球上估计有16亿种啊 不同的物种 每个物种都有数百万 甚至数十一个个体 在这云云众生 如果不是相互合作的话 相互迁就的方式生存 而是相互竞争的话 那么每一个个体 都为自己谋求最大的福利 为目标的话呢 不去管别人 那这个地球将会是一个 充满了纷争的混乱的地球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着 踩着别人往上爬 这样的世界 又如何保持和谐和平衡呢 如果没有和谐和平衡 在这其中生活的生命 又怎么会幸福呢 所以古人说 人之初信本善 现在的我们 距离最初的自己 到底有多遥远呢 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宇哥和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